无人驾驶技术大家都听过了 但是很多人面对到无人驾驶时代的来临 对于安全性是半信半疑 英国一个研究是把团队人员假扮成汽车前座 开着前方有讯息荧幕的电动车 假装是无人驾驶行驶看看 然后捕捉路人的反应 而瑞典的首都新推出的太阳能驱动自驾渡轮 相当的新鲜 报道一开始里面会先看到的最重要的是 自驾或者是电动车的电池有最新产品 也是英国制 电池商推出了一个叫电动小跑车轻量电池 它六分钟从零充到宝 跟你现在印象中的特斯拉很不一样 它号称它充电充宝跟加油一样快 传奇汽车设计师Ian Callum 离开英国捷报汽车资历门户 最新作品是这辆荧光闪闪小跑车 这可是它与莲花跑车设计师 Julian Thompson 共同的心血结晶 英国电池制造商 Niable的新产品让这辆小跑车成为全球目前充电最快的电动车 相比特斯拉Model S 就算到第二代超级充电站 从零开始充饱电 也要至少半小时 续航范围约650公里 Niable电动跑车续航范围只有250公里 但充饱电几乎跟普通汽车加好油一样快 此时它排电动车可能还在原地充电呢 尽管电池体积较小 但阳机材料是污与泥 目前测试过2000多次都没有退化损坏 欧盟2035年起禁售燃油车 英国政府更将此目标提前到2030年 适合短途轻量化又充电快的电动车电池 渴望成为市场新宠 但开采冶炼所需的金属原料 以及废弃和碳排放仍然是污染 依赖太阳能电池驱动的渡轮 航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国王岛区 和索德马尔姆岛之间 不仅使用清洁能源还是自动驾驶 每15分钟一班船 单程票价35瑞典克朗不到100元台币 宠物与自行车都可以上船 充分利用开放的水域 这艘名为ZIM的电动渡轮 吸引喜欢在城市中走路或骑自行车的人 目标是减少汽车行驶 与基础建设的排碳空污 但尽管有光学雷达技术 与精密的防撞路径规划 有些居民还是不太放心 21分钟的航程不算太久 但河面不是轨道 完全无人驾驶难免令人不放心 所以仍有安全操作员随传 人类有多信任无人驾驶的交通工具呢 英国诺丁罕大学研究团队 引进2016年美国研发的实验技术 白话说就是用真人假扮自动驾驶 看看人类有多信任自动驾驶 小小电动车前方有个小荧幕 显示表情图案与简单讯息 绕着校园行驶几天 故意半装成无人驾驶车辆 其实前后座各有一个活人 驾驶员假扮成前座座椅 后座人员则操控荧幕讯息打出 我看见你了 我让路等等讯息 520位路人中虽有人下意识 在过马路时对车子挥手示意 但发现可能是无人车后 也就直接相信车前荧幕传达的讯息 人类对人工智慧好奇又害怕 但对无人驾驶车辆第一时间 却仍相信机器说的话 人机互动的唯妙矛盾 也是AI时代的重要课题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